唯台中市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 唐市長林佳龍帶領眾人一同焚香駐島 祈求新建工程一切順利 隨機眾人在綱樑上簽上大名 象徵市府在精密園區二起的 這智慧綠建築標準廠房 距離完工又往前大步 現在中央整個包括辦公室 整個智慧製造的中心 就設在我們經濟的這個園區 所以除了大型的這個企業之外 很多的中小型的企業 其實都是整個供應鏈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標準廠房 讓它可以產生更大的一個群聚的效應 也更有競爭力 市府表示 婚姻政府推動智慧機械產業 並解決中小企業找不到廠房來生產的困擾 因此在精密園區二起 先建這棟地下一層 地上六層標準廠房 規劃39個單位一到三樓出租 四到六樓出售 未來將成為智慧園區示範區 這個工程的進度順利是相當相當的重要 這一萬投資了十幾億 然後中央有這個在前站裡面 在推動補助的將近三億 讓它的整個工程規劃跟後續的擴充計畫 都能夠很如期 然後很快速的能夠完成 已經有進駐的包括有一期二期 將來因為他們要擴產的時候 因為倉庫不夠 也可以來利用我們這個標準廠房來做一個搭配 即時一道在眾人注目下 鋼梁在工作人員的操作之下緩緩上升 這標準廠房預計明年就會完工 提供廠商來使用 帶動台中智慧機械產業的發展 接著來修鋒 台中藏廠報導